另一方面 中国和菲律宾昨天再次在南中国海爆发冲突 马尼拉当局就指控中国海上民兵和海警船 骚扰和阻挡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潜滩的补给任务 导致船艇受损 船员受伤 菲律宾形容中方故意挑起事端 美国也指控对方挑衅 可是中共表明行为克制正当合法 准备到南中国海外之科 后期视频见到美国的PP 他們以说流通心 他们予每天��고领道 所以κ Canon上海远 因此准备到尾身上 都没有筋的 那些穿鲜 前那些穿鲜 他的穿鱼 在右边付出身上 和按稿鱼 外坏的 我们保持中国海外保护 担任他们的行动 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船 向菲律宾公务船发射水炮 击碎了其中一艘补给船 驾驶船的挡风玻璃 导致至少四名船员轻伤 他们宣称中国船与菲律宾船碰撞 造成菲律宾船只遭受轻微的 结构性损伤 菲律宾昨天召见了中国驻马尼拉代表团 副团长表达抗议 并要求中方船只 立刻离开第二托马斯潜滩周边海域 中国外交部今天则形容 美国国务院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无端攻击指责中方的正当合法维权行动 为菲律宾的挑衅侵权行动 站台背书撑腰打气 另外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则非常担忧南中国海局势 他今天强调任何的不安全与作乱行为 都是危险的 会造成误判的风险 并引发局势升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